糊涂人 吃亏人心里清楚明了 你是个智慧的人 明白的人 虽然吃亏上当 心里的痕迹都不沾染 这叫功夫 决定没有怨恨 不但没有怨恨 自然会生感激的心 为什么呢 他把我的境界提高 他得考一考 我就晓得我功夫到什么境界了 还有一点点 这个成会的念头 自己赶快忏悔 我还不够清静 我还要努力 我还要升级 苦往今来 祝福菩萨 祖师大的 都是这样成就的 没有一个 不是 六根 借出六成经界 回光 繁照 找自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当然 过去生生世世 是与一切众生 绝定免不了 给人家有顾忌吗 今天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 这都是账来了 算账吗 欢欢喜喜 接账啊 了了 欠钱的还钱 欠命的还命 欢欢喜喜的 还他嘛 来生再遇到这 好朋友了 所以 我们今天真正要修的 我这么多年来 总结的 真诚信 人家不管用什么虚伪对我 我一味真诚的人 我心里快乐 清净性 决定不能有丝毫忍住 什么忍住呢 其情无欲是忍住 贪嗔痴慢是忍住 这个顺境里头 起了贪心 是忍住 逆境里头 你不高兴了 生其 嫉妒成会是忍住 一丝毫的忍住 都不能有 自己真正能把握得住 我们说福 修清净性 修平等性 修觉悟的性 修慈悲性 大慈大悲 一切都不分别 舍法界 在我们心里面 是平淡的 为什么呢 舍法界都是 唯心所信 唯师所变 所以净土宗里面 讲 自信 弥陀 唯心 净土 这就平等了 所以修行 真的要抓住 我刚临了 功夫才得炼了 得炼的时候 你发习充满 现在摆在面前 这个社会上好像许时多多复杂的问题 大家没有办法解决 其实在佛法里面 很容易 很简单 这个社会上 许许多多冲突 冲突的根在哪里呢 冲突的根在自己心里 不在外头啊 所以佛法叫内学 哇